这一位小柴犬呢 出生有22天了哈 这狗妈妈不在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两只呢是一公一母 天呐你看 这几天不见你看吃的 特别的肥 狗妈妈的奶水也非常好 摸着的话摸着特别的舒服 因为柴犬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毛质 是不是 特别的好 因为柴犬它的毛质是双层毛的 你看这一只小柴犬你看 现在都展开之后都慢慢的有包子脸啊 是不是 然后你看 它的黑色素还蛮是好的哈 因为春天之后像这种嘴巴黑的 春天之后它的毛色会变成橙红色 像它的话 就没有这个痘痘梅啊 古兔古脑的 捏的特别好 现在来呢来看一下闷 这一只呢是一个闷闷闷闷的话相对来说就 比较瘦小一点哈 那 做一下对比这两只你看 是不是 地底的话比 闷闷要肥一点 因为柴犬功能 股价比母的股价大肥 这一锅小狗别看现在黑过去秋了 等到满月的时候还是非常好 接下来呢家里面还有一窝小铲群还满月了 你看这一只哎呦 水的地气的太肥了 那我那一躺还不愿意碰上 哎呀 你看你录个表情包 一脸的不情愿啊 是不是 这小脸捏的都变形了哈 你看这一只小白柴还在 还在这凑热闹你看 这后 哎呀 就好看多了哈 你看 不过呢 小三眼脾气也挺大的 拿来说 还有啊 这叫 这就是一个小妹妹 小妹妹呢哈 就明明显的就比较乖巧一点 是不是 选色系列的 你看 拿来说 这样八叉了哈 哎呀 哎呦 你看这一只小小铲群还在捣 录着特别的好啊 展开之后就明显的荒汗多了啊 行了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把让他们继续在这睡觉吧 再见